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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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有到马国际展课 一带他去淘汰 然后我也去给老师听了好多展课 也有副展老师的课 所以老师的展议我发展很多遍了 但是呢还是很愚昧啊 所以我觉得我会继续学习 然后希望我退休后 留学一段时间之后 可以继续学习洪梁这个地址 我们的中华城文化 因为我也是与我们联合指尊的道 在这里我想请老师指点我一下 看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潜能可以好好的来学 跟老师学习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怕我做了做饿到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问王川老师 刚才您在鼓勤的当儿呢 我的左脚会麻起来到我的左脑 这是太激动感动呢 还是因为我身体有状况的 哈哈哈哈 再来我还谢谢各位讲课 李津华老师 廖校长 班晋老师 赵晓龙老师 你们的讲课呢 都让我觉得呢 很感动 我觉得 我身为中华预理呢 然后有一群这样子的 有德行的导师来指导我呢 我真的是感到我身上有心 谢谢你们 谢谢您的提问 首先 第一个问题 有一些 我们老子宗有说 读万见书 行万里路 应该不会逗路二道 那这个 我们行万里路啊 还是增长自己的见识 而我们在课程当中啊 有跟大家提到了 这个孟山长老 他的一段话 当你把人生的最后一刻 看清实了 再回过头来经营人生呢 可能会不一样 那最后一刻就是 双手双脚一摊呢 身体也带不走 身外之物啊 更不要说了 所以 当我们看清实的时候 我们会思考啊 什么是真正带着走的 什么是真正留得下来的 我们在课程当中提到了孔子 提到了范仲淹 提到了窦淹山 他们给后代子孙呢 留下很好的榜样 甚至于不只是他的子孙在效法 范仲淹在效法窦淹山呢 他的榜样是影响整个民主 就像灵老神老他的榜样 他影响的是整个 现在已经不是马来西亚的华人而已了 现在藉由我们李清华教长大力在宣扬灵老跟神老的精神 现在已经传到越南去了 很多地区都很受感动 整个马来西亚华教变成全世界华人教育的一道风景线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花朵更加灿烂 不能吃扫为主 我们已经有 当然还没打勾勾啦 或者可以照片印证一下 待会会有大合照嘛 我们共同约定要有十个二十个 某使用零老神老是吧 OK 好 那我们就思考啊 什么才是留得下来的 三字经讲 人以子經滿年 我教子為一經 要把經典 子孫雖於經書不可不讀 要把經典做人做事的道理 承傳下來 成為自己家族的家道 我相信大家是為同道的身心 觸動同學們的善根 很可能你的教導 也會變成學生的傳承的家道 那我教子為一經 古人提醒了 你留很多錢給子孫 這個錢字怎麼寫 左邊那個經右邊兩隻刀 那子孫在那裡爭財產 你留這個不是給他們造福 可能變成他們的災難 所以什麼是留得下來的 就不要思考 什麼是帶著走的 我們總不能帶不走的東西 我們耗了一輩子 甚至還牽掛這些身外事物 那這個飛身來 可能靈性就會下降 人生難得 正法難聞 傳統文化難聞 我們應該不斷提高自己的境界 新的智慧 新的智慧得省 不斷提高 這個是帶著走的 可以帶到天國去 可以帶到極樂世界去 每個宗教都有它很美好的一個歸宿在 所以當我們知道人生還有來勢的時候 老教授有一句話 陳德印象很深 三二道 宗教裡面都有談 做到地獄 這屬於二道 三二道是消罪月的地方 因為犯的錯 良心不安 就會變現出三二道去受罰 其實不是別人給我們的歐 是我們的心變現的歐 所以這個在傳統文化界有一個大師 叫張太元大師 文字學方面的大師 他就曾經因為東越大帝 剛好秘書長請假了 他請張太元大師去陰間幫他辦公 結果這個張太元大師去了陰間 就給他們建議 你們這個地獄逃落之前 人去抱那個燒紅的 這個銅柱太殘忍了 可不可以取消這樣 結果這個元柔王先帶他去看看 結果去了之後 他什麼都看不到 他是突然領悟了 原來一切法 這個宇宙是自己的心獻的 所以第一意思呢 自己做錯事 獻出來的一個景象 是受爆的 所以三二道是消罪月 其實我們自己去感覺 當我們做了對不起良心的事 我們常常越南人靜的時候 也就像現在這個苦難當中 很刺激 所以夢子有三樂 這個樂是從內而外 從外面來是刺激 所以我們老師要很清楚 快樂不是從外面來的 用刺激的後面副作用很大 從內而外 養不愧於天 苦不作於人 就對不起良心 再來 父母繼承 兄弟無故 就是天倫之樂 還有良心之樂 還有得天下英才 而交之 就是人生的三樂 夢子所說的 而且你培養更多的學生 才能利益家庭 利益社會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的樂 那老教授說 三善道是消福報 因為我們在善道 前世修了一些福報 然後我們來想的 可是問題來了 想福報的時候 很難不照頁 大家冷靜去觀察一下 現在當官的人 前世修了很大的福 包含有錢人 你看 富二代 官二代 他雖然在享福了 但是他可能交涉盈益 就是習習的上來 我記得我剛學習的時候 這個老教授說的 三二道是老家 三善道是觀光旅遊 出來一下又回去了 所以這位老師 我們不能再回老家去了 我們要回西方體樂世界去 所以我們這一生要有願力 我們願力為這個世間多做一些事 留取擔心 照看心 歡迎您加入 提樂世界的行列 歡迎加入我們弘揚傳統文化的行列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老師 是這樣的 昨天 我們有一位老師提出一個問題 我整個晚上在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說的都是推廣傳統文化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弄清楚 就是說清朝滿洲人 要用地址規來奴隸化漢族 那麼這樣的指責 在從2007年到今天 我們都不時有聽到 有看到這樣的文章 所以說我們在推廣這個傳統文化的時候 地址規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有所了解 不然的話我們就會被誤導 也有人說 這個地址規在這個時代 是不應該去推廣的 因為他奴隸化了我們的思想 我不懂大家 是否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指責 我相信是有 網上是很多 所以我們必須要對這個課題有很深入的了解 不然的話我們會遇到很多問題 他們的指責一般上是這樣說 整部這個地址規啊 沒有所謂的投訴 沒有所謂的抗議 都是yes men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孩子 假如真的是讀了這個地址規 會變成以後 他們講的努力 沒有個人獨立的思考能力 所以這點我們必須要了解 所以我沒有辦法 還是要跟大家談談 我們怎麼樣 來應對這樣的一種指責 要多了解背景 所以我可能要用一點時間 談到世界文明 四個世界文明 古埃及 巴比倫 印度文明 還有中國文明 那麼前面的三個文明呢 我們叫做古文明 為什麼 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中國文明 我們沒有用古文明 因為中國的文明從來沒有 中斷過 直到現在 好 研究一下 這三個古文明呢 為什麼會消失 是因為受外來的影響沒有了 中國這個文明 沒有所謂的古文明 因為中國這個文化的底蕊 很深厚 很深厚 那麼在這個中國的歷史上 有兩個朝代 是由外祖人統治的 第一個是元朝 復必烈 第二個是清朝 那麼我們看看前面那個三個古文明 是因為外來因素消滅了 那麼為什麼 中華民族是由這兩個朝代 是由外祖人統治 卻沒有把中國的文化改變 剛才我講過了 第一因為他的底蕊很深厚 第二 第二 其實 這個 從這個 金人 元朝是金人 對嗎 那麼清朝是滿足人 其實他們也是在這個所謂的 中華土地上的 是在本土的 他想起來也不算是外祖人 OK 先講元朝 元朝 我們知道清朝滿足人 有兩個很出名的 皇帝 你們看很多電視嗎 康熙 對的 還有 雍正 對不對 好了 那麼這兩個皇帝 他沒有用滿足文化 來同化 漢族 反而自己本身 被同化了 所以你看 我們這個 看電視也好 看電影也好 乾隆 康熙 非常推崇 中華文化 對吧 這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的中華民族的文化 能夠留下來 而被 沒有被 同化改變 所以這個呢 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遇到這樣的一種 使得投訴 我們一直要知道 這個背景 除了昨天 我講的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必須知道 紀子規的原作者 李玉秀 他是出生 他寫 紀子規是因為 他要來當作這個教學的 教材 對嗎 這第一點 而且 歷史記載 他沒有受到 所謂滿洲人的 引誘也好 利誘也好 或者影響也好 所以他完全沒有 好 第二點 在這個 滿洲清朝人 這個清朝滿洲人 統治的時候 反而對中華民族 這文化做出的非常 大的奉獻 就是 編寫了 《四庫全書》 跟今天我在提起的這個 中華民族的歷史的背景 援朝跟這個 清朝 這樣的情況 這三大理由 我們可以 來奠駁 來解說 為什麼 這個紀子規 其實是 非常 中華民族化的 是沒有所謂 被清朝人影響 來努力 漢族的文化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誰 您 您 真正有 白碧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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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感觉到 很有可能 是遇到了知音 因为中国的音乐 古人非常有智慧 古人发明了 应用五音 工商觉知语 而且呢 五音跟我们的五脏息息相关 中国的古圣先贤 应用十二律 用我们熟识的黄中大律 十二律 那么用五音十二律 构成了中华音乐的系统 那五音会动到我们的五脏 这个最早在史记中就有记载 史记的乐书就有记载 那么十二律 跟我们的十二经络都有关 所以您在听到 这种传统的乐器发出的乐音 震动到您的经络 可能是少阳胆经吧 要具体看出神经区域 那么这本身也是一种疏通经络 您不用紧张 所以我们多听好的音乐 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那反过来也一样呀 听一些流行音乐 这种情感太浓的 也会让我们的五脏六腑 十二经络受伤 所以也非常感谢 刚刚这位老师在提会 谢谢 各位神经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善教者 最重要的就是有人记其身 善教者 最重要的是有人记其字 那么这边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来自福隆 国民华小 萧文夫同学 那么请问 开地址规判或者学会 我们需要到政府哪一个部门去注册 我们是公务员 是否可以用我们的名字去登记 这个注册 这个地址规判 或者学会 或者教育中心 是向这个社团注册局去注册 就是 Jabatan Pendaftaran Pertubuhan Malaysia 可以先上去网站查询 需要一些什么文件 基本上先要拟好章城 拟好章城 然后由谁组织成 你的会员是谁 那么经济来源 假如没有 没有记错 可能还要 这个 申请者的这些 所有的资料 那么老师是公务员 所以最好是 墨学在2015年的时候 有申请这个注册 不过不是用墨学的名字 所以 先向这个社团注册局 清楚的了解 那么整个流程 那么网上应该也查询得到 英文是Registrar of Society 所以 注册成功了 过后呢 每一年要成交报告 那么这个注册的过程 如果文件充足 应该是相当顺利 几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注册好了 谢谢 对这个问题 我说一点小小的补充 第一 公务员是否 可以组织参与社团 这个答案是肯定是可以 肯定是可以 不过 身为公务员 他有他的限制 那么我们当年组织一个基隆坡的这个校长 这个校长工会的时候 学会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公务员 我们是校长 所以就遇到了教育局 这个注册局的询问 他说你们是校长是一间学校的 这个 怎么讲啊 首长啊 那么你们要成为另外一个组织的 这个领导人 就需要到教育局局长的批准 这个是当时的一种条件 假如是普通的老师的话 可能就没有遇到这样的一种 这个询问 询问罢了 没有说是固定的一种条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也是 你要成立一个这样的学会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 怎么讲 一个决定 你这个组织是 Prenkart Negeri 是收集的 还是Prenkart各方事案 你要做取决定 好像达成这个 他们的中华学会 应该是属于Prenkart Daira的 Prenkart Negeri 是属于收集的 那么我们 今天主办这个活动的 叫做马来西亚 这个中华文化教育协会 我们前面有马来西亚 我们是Prenkart各方事案的 我们是全国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组织 是可以办全国的活动 可以拥有全国的代表 所以他分别在这边 分别在这边 但是 也有他的一些条件 你要申请成为一个全国的组织 你必须至少要有七个州的代表 意思说 你在这个中央理事里面 你必须要有七个州 马来西亚有十字 你必须要有七个州的代表 你才能够成功注册为 全国性的这个组织 所以这点 让大家能够稍微多个了解 好 谢谢 好 现在轮到 举手的学员 各位校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们的早上好 那么 我是来自基隆坡中 孔读中的荣老师 那么今天 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各位老师 在那之前呢 我先分享一下 这几天的学习的一个状况 总结来讲呢 其实除了我们的食物非常好吃之外呢 这几天的那些 课程跟安排 让我有更多的收获了 也是听到我们都是蛮津津有味了 然后我就在想 津津有味的地方在哪里呢 食物好吃有设想味俱全嘛 那么我们的课程 好吃的地方在哪里呢 然后我 目考了一下 原来这个就是真理的味道 那么尤其是在我听庄校长 还有廖校长 还有李校长的长校的一些经验 跟神老领老的故事之后 然后我更加的敬佩 各位校长 为学校的付出 还有那个真诚的 还有你们的 要成胜成仙的那个行 还有顾及到 后代子孙的所有的 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 然后陈德法师也有说过 为什么要成为孩子一生的贵人 然后我们除了为了 要为后代子孙的 得到这个传统文化传承的机会 早想之外 其实成为孩子一生的贵人的这个想法 其实最终也是引领到我们 可以达到一个大校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又深远的一个目标 终极目标 那么 其实主要是我的小小的访问是 好像我看到各位校长的长校经验之后 也是觉得各位校长推广地址公园那个 心路历程 还有遇到的困难 跟整个故事都非常的精彩 有意思很深刻 所以问到我也是想要成为像你们这样的人物 所谓图上不足以为正嘛 所以想要问一下 一个好校长应该具备什么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呢 他们说在坐在这边年级最大是我 应该有我回答 但是那天我讲 学无前后打者为先 好 我就简单的说说了 我刚才你问了 怎么成为一个好校长 第一点 第一点 要懂得教育的真理 因为我们是干教育的 所以对教育的真理肯定要有了解 就好像我们参与当业的活动 那么我们就问自己了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既然在学校里边了 那么学校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处理这个教育的问题 对吗 所以对教育的真理必须有所了解 第一点 第二点呢 问问自己 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说 自己的现身精神在哪里 要知道自己的本位 是不是可以说 我连这个家里都可以不要回家 但是我要留在学校 是不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现身教育的程度 那么我们就看神老了 对不对 他是奋斗一生 服务一世 那么在这个服务 也分做几个层次 就是学校的服务 社会的服务 非常符合儒家的这个形象 这一点 那么我们在这边 我们的校长啊 我们几位坦白讲 我们除了在学校服务之外 我们都有参与这些社团的工作 尤其是教师会的工作 也就是说 我们极有能物自私 对吗 我们认为我们有所奉献的地方 我们走过去 我们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 哪里搬 这个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肯定要有这个牺牲的精神 那么第三 我觉得 我们要对整个华教的发展有所了解 不然的话就闹出一个笑话 认识零一年 不认识零年一 对 为什么呢 最近啊 这十多年来 我们都一直在讲零年一什么语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马来西亚的华教 是所有 陈璐刚才 陈德老师所讲的 不只在 马来西亚 立足了这么好 现在 所谓的华教精神 已经被推广到其他国家去了 因为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华文教育 有华文教育的地方 就需要华教精神 不管你是在日本 不管你是越南 不管是任何一个地方 同样的重要 所以我们身为华教的校长 对这个历史 对我们古圣先前 尤其是马来西亚 为华教牺牲 为华教奉献的教育人士 除了这个 这个领老 神老 还有其他的 颜老 还有 其他的 林黄生 这个 种种主席之类之类的 这些 华教人士 华教的事件 我们都要有所认识 有所了解 为什么 了解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使命感 对吗 没有使命感的校长 没有使命感的老师 不能够做出任何的奉献 因为这个使命感呢 就是一种推动的力量 使到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时期 能够挨过去 能够过这个管 不然的话呢 没有这个动力 我们就很难 自己立足 更何况说 我们要扶持 其他的校长跟老师 所以这几点 我认为了 是必须要拥有的 当然 第四点就是 自己本身 要有相当的 这个知识 对吗 对教育原理啊 对一些社会的 心理学啊 这些 基本上我们都应该 要有一定的 掌握的能力 不然的话 我们就很难面对 很多口龙家长啊 现在 尤其是中学 刚才 孙孔哦 我都不知道 或者是中华独中 这些编程的 尤其是中学 这个学生更加了不起了 像那天我所讲的 现在我们的学生都是很聪明 而且要有广阔 谈起了跨国的爱情来了 对吗 所以我们假如校长啊 没有八班五役啊 现在不是八班了 又是九班了 都很难 能够 施展我们的才能 或者是管理这个学校 这个是我简单的 一种 策法 我不懂廖校长 那个教育步骤 李校长差不多讲到完了 那么最主要是 我们这么一位教育工作者 一定要把自己的角色办好 就是军青师这个角色 军青师这个角色呢 就是能够使到一位教育工作者 不管你在什么学校 都能够把这个学校 变成了一个受欢迎的学校 那么中华独钟 是一所非常 可以说我们家一户晓的独钟 尊孔 尊孔也是很出名 那么 可以参考一下中陵独钟 中陵独钟的校园 也是 用这个地址规来经营多年 而且 有非常 非常多的这个成功的例子 那么 我们 身为教育工作者 最主要是为这个学生 幸福的人生走向 那么 如果 如果 在这个 他求学的过程中 他学习到我们 这个五轮八折 思维 这种 价值观 那么 这个肯定啊 在他人生中 能够为他 当作 当作他的护身符啊 那么 因为社会 公立社会 尤其是 比较显恶啊 那么我们的学生 如果有了这种核心 中华传统的价值观 那肯定能够 让他 度过他的人生的汪洋大海 那么 这个 比 比普通 因为啊 教育工作者啊 如果只是教书 忽略了 那个育人的 那方面的 工作 就不能够为 那所学校 写出好的历史 那我们工作 就是要为 自己写好 我们人生的历史 为我们家庭 为我们的祖宗 同时 也为我们工作的地点啊 学校留下 好的历史 那某某年 记载下来 某某校长 在这所学校 推广地址规 让 多 学生受益 那么这些学生 若干年后啊 他们成为校友之后呢 那他们 一定会回馈这个母校啊 那么因为他们有这个 价值观 感恩 哦 所以整个 教育 最重要的是 教他 教道 同时 尊敬老师 这个也是 师道的 言 师道 如果没有靠我们 老师们 做出好的榜样 让社会人士 让家长知道 我们老师 为他 他孩子的教育 的确是 做出 一般的贡献 让他的孩子 懂得做人 也懂得做事 那么家长 喜欢的教育 是什么 家长的 家长喜欢的教育 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学校 叫他 孝顺自己的父母 感恩父母 时常提出来 父母亲 对他们的付出啊 那么他们的成功 任何的成功 都是因为幕后啊 父母亲的支持 还有社会人士 那么多人 在默默的付出 吃一餐饭 也 教到他 要感恩 农夫 农夫 辛勤的劳作 这些都是通过 长期 在学校校园的教育呢 能够把一个人 变成更好的人 所以这个 老师 继续的努力 我们祝福 老师呢 也 有一天 能够成为 学校的这个校长 但是 校长 一所学校只有一个 那么多老师 我们就在我们的岗位呢 把我们 现有的那个范围啊 我们身边的学生 好好的教 因为福田 新增啊 那个就是你的福田 不要小看40个人 你把他教好了 你影响他三代人啊 这个三代人 开支善业的时候 会变成几百人 所以我们 为什么 我们多位老师 分享这个 古德 的那些故事啊 那么 成就最大的 还是 做老师的人 那么我们看 孔子 为什么 因为他把教育做好了 那么 昨天 我们看到 赵老师 分享的 很多都是教书的 那么 后代子生 昌盛 那么我们现在 时常 社会人士呢 可能看到我们的薪水比较少啊 穷教师啊 那我们不能够大富大贵 但是我们认真去经营好我们的福田 那我们 除了得到安康啊 心情愉快 那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 家长还是很尊敬我们 其他行业得不到的 我们去 吃东西的时候 有人付了钱 谁来了 他说你的学生 我们都没有看到 不懂是谁出钱 这种是其他行业没有的 相信老师们都有吃过这样的哦 那个味道呢 比我们这边的食物更美味啊 谢谢 我时常跟老师们讲 我说 我们都是公务员 包括 除了屠中 但是 我们在华小 我们在华中 我们在华中 跟我们在马来西教 跟国中 是有所分别的 我们在华小 在华教里面 我们除了 教导华文之外 我们还要兼有另外一个使命 就是 夫妻 推广我们的中华传统 文化 假如您是在国小 你就没有 也就没有这个使命了 对不对 也很难有这个使命 因为你在国小或者国中 对吗 所以说我们 的老师肯定 你的工作量会加多一点点 对吗 但是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 我们的老师 这个也就是将来 我们面对国际学校 私立学校 这个挑战 假如我们没有在这方面 我们做得好 我们很容易被 国际学校 私立学校给取代了 因为我们在资源上 我们在私职上 我们可能 提不过他们 但是我们在这个 中华文化的特色 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讲 我们将来是必须要这样做 第二点 这位老师 您非常有这个 意愿 去推广中华传统文化 您的学校 是这个独中 肯定有你施展的地方 十年前 我们有到郑孔独中去讲课 可能那时候 你还没有在学校 那么 沈德河 董事长是老朋友 所以 他时常见到我 说什么时候到郑孔来讲课 我说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年 你们讲课 第二点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这个 文化学会 或者是附近的这个业学 看看哪一间业学 适合你的 假如你是住在郊内的 来康乐 华小业学 假如你是在 处在 那个沙拉丘附近的 欢迎你进来沙拉丘业学 假如你是在甲东一带的 欢迎你过来 深江地主规业学 这肯定可以有你死长的地方 好吗 好 谢谢你 现在也是举手的地方 时候是 ok来 你站起来好吗 站起来 谢谢 谢谢 法师 校长还有各位老师 还有在场的老师大家好 好 我是来自安顺三名二校的刘老师 我是惠山 刚才听了这个我们的同族的荣老师讲 关于如何做一个好的校长 好的校长应该预备的那个特质是什么 那我想说 让我提起 因为我基本上是老师 我是科业辅导老师 就是如果是我们公公公里面的人 你们会知道他是 Luvio 伯母雷和哈斯 我想为这一块 谈一点点 分享我的一些 信力 然后 针对这个 怎么说 就是有交五类这一块 因为我这个岗位的 老师是负责教 所谓的后进班 就是成绩不好的学生 那么他们会被塞水了过来 来我的课堂 我会放慢那个整个程度去教他们 那我会 我教了十多年 我的感受是 这些学生是常常被 所谓的普通 课 课 怎么说的 Grasper Dana 叫什么 华文怎么讲 就是Grasper Dana的老师 就是他们会觉得 这些孩子都是被标榜 你是懒惰的 你是笨的 然后我们常常 课文会 想要替这些小孩 推翻这些 不是推翻 其实他们本身 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家人 我们都有懒惰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 不擅长的东西 但是这些小孩子会 特别被排挤 所以我觉得 有教 无类这一块 是我们每个老师 一定要一直提醒自己的 因为 我看到太多这样的现象 就是 我是想叫 好教的学生 不好教的学生 每个人都会被推 推去 就是坐对角落 坐对后面 那我觉得 教育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需要被做教育 他不能 学那个科系 不代表这个小孩 永远都是失败的 因为我常常会 我会告诉我的学生说 你有问题 以后你可以叫 Dr.Car 你有什么意思啊 Car 汽车 你知道吗 我每次我去 我去习车的时候 我会看到这堆 汽车之后 我会觉得 好厉害喔 我是老师 但是我不会学我的车 然后我 没问题 你对电脑有兴趣 我说 你可以叫Dr.Computer 这样子 是吗 你可以叫Dr.Food 食物也是一个老师 你这样子把那个食物 煮得好 就是每一个 就是所谓的行行 呃 出状元 就是天生 我才必有用 呃 所以这一块我真的是 特别需要尤其是 呃 校长这个岗位的 因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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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尽方法就好 尽我的能力 哦 因为我们不一定可以帮到全部人 但是 跟我们有缘的人 我们就好好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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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知道说 至少这可能 我教小学 在这六年里面 呃 他知道他来学校是开心的 呃 他不一定能学完 每一本六年的年级的整个课程 因为每一个人的智力都不一样 你不能把 每一个人都要求同样 就是他掌握了六本 每一个科技都完整 的话就代表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们只能经历这样子 哦 然后这个呃 呃 就是可能老师 呃 或者是法师们可以再 呃 呃 再为大家解说一下这个 呃 呃 有交无类这一块 然后第二点是 呃 我想要解答 可能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 呃 呃 但是我需要知道 因为我的学生我他来很搞怪啊 他一定会问我的 就是 昨天 呃 我想对单 单静老师的这个课 他有教到一个 就是我们女生的坐姿 呃 就是 我自己想到这个问题 我又觉得搞笑 就是我们女生的坐姿就是 呃 右手要搭在左手 对吗 然后 呃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手 放在左脚上面 我知道我回去我的学生 如果我教他们怎么做的话 他会问 老师 呃 为什么要搭在左脚 可以搭在右脚吗 听到我的意思吗 呃 就是 呃 有特别的原因吗 因为我担心我学生问 呃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讲 你跟就对了 但是 我不是一个 要他们盲虫的人 呃 我不喜欢盲虫 我一定要知道什么原因 或者是 更好的解释 然后 啊 让我的学生 他觉得有趣 呃 很好 这样子 哦 谢谢大家 好 先 解答 第一个问题 或者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请丹静老师正准备了 好 这个我和由女的老师来解答比较好 好 第一个问题哦 呃 呃 谢谢你 为这个后信生啊 发言哦 讲出他们的心声 呃 呃 呃 去年 沈穆宇教师讲 破例 颁给一个组织 啊 我从来啊 这么多年来啊 都颁给特别有表现的校长或者老师 在学校里面 呃 很有成就的 给他这个沈穆宇教师讲 去年 我们破例了颁给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就是 是一间学校创办的特殊教育班 马六甲 啊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哦 这些特殊教育的 有什么成就吗 会吗 会有成就吗 会得奖吗 但是 它的意义不是在这边 因为当年啊 呃 在马六甲那边 没有这些特殊教育班 那些 后进登也好 OKU也好 哦 那些啊 学习障碍的学生也好 无门可进 没有地方可以去 那么要去的 只有去到 马来学校 马来中学 所以后来 当时那位校长 就带动了 那个学校里面的老师 就啊 建议在他的学校 设立这个特殊教育班 让那些啊 后进生学习障碍的啊 有啊 有问 有点的问题的啊 身理上心理上有的啊 可以进来啊 那些学校就读 那么 啊 就创立了一个这样的班级 哦 结果 结果 就带动了 附近的学校 也 设立了这样的班级 那么 先跟大家讲一讲 可能历史 大家不很清楚 当年UPFR的成绩 是包括这些UKU的 OKU的 也就是说 很多校长呢 不愿意设立这些班 为什么 因为他会影响到他的 学校的成绩 肯定会影响 可是 当时那校长 哦 就有这个意气 认为 哦 要为这些后进生 做一点事情 结果呢 就 啊 冲破一切的困难 设立了这个 特殊教育班 那么后来 这个事件啊 也让 教育部知道了 说 既然有这种学校 愿意设立这种特殊班 哦 我们就应该 要帮忙他们 后来 啊 这个 考试的成绩 就没有再 包括 这些特殊教育的学生了 啊 你看 哦 一个教长 哦 一班老师 就带动了整个 教育改革 所以这个 后来 我们就把这个 沈慕宇教师奖 搬给 这个祖师 来 霸扬他 来赞赞他 他那种 啊 为 这个弱势团体 发生 愿意协助他们的 一种举动 所以包括您啦 您也是其中一位了哦 所以继续加油 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啊 教育工作室啊 最 重要 你要了解的 你要欣赏的 其实就是 地址规 最后那个句子 物质暴 物质气 胜与贤 可行事 啊 我们这句话 就 所谓的有效无类了 特别为我们那种弱势团体 或者是那些 学习有障碍的后进生 我们用这句话 来鼓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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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的圣贤 哦 把最重要的放到最后来了 这个是 打开 所有的文化背景的人 我觉得这是非常适用的 对吗 非常非常适用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 你提到有效无类哦 我们跟他讲 天生我才 必有用 上帝把你 生下来 你一定有你的价值 我们去鼓励他 去鼓励他 就好像昨天我讲的 我们有多元 这个技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 他可能数学不好 科学不好 可是他会唱歌 可是他会会画 可是他会跳舞 哦 这种技能 这种专堂啊 现在是赚大钱的哦 李宗伟 啊 可能他的 SPM卡的不是很好 假路 啊 哦 啊 我们最赚钱的 那个写Harry Potter的 你看 他是曾经有个时候 赚最多钱的是他 他因为他会 写作 所以这种技巧 技能啊 技巧啊 现在是很 卖钱的 所以不一定是说 考试成绩很好的 所以我们从这方面 哦 来针对这个有效无类 弱势团体 后进生去鼓励他 我们共免资好不好 啊 我们请 啊 张静老师 呃 不 我们老师哦 呃 要清楚的知道 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聪明的 所有的学校都有上中下的学生 那不要只看到上 那比较聪明的学生 成绩比较好的 中等的学生 或者 成绩不好的学生 一样要教他懂得做人啊 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社会很重要 那么以后 选工作的时候 这些同学呢 他都会选那些能够服务大众的 修车啊 修冷气啊 啊 这些都是需要人才的 虽然他读书 啊 不但能 但是 我们在学校呢 就要教他得行 那么他有得 他孝顺他的父母亲 他的福报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么以后学校筹款的时候啊 你统计一下 这些 这些 以后还可能会回来做你的董事长 我们请丹静老师讲这个 这个礼仪哦 因为我们做得不正啊 好 那非常感谢这位老师的提问 那从这位老师的提问中 丹静也感受到老师的一个好学 然后对教学的一份责任之心 那其实这个问题 丹静在学习的时候也有过这个疑问 但是有查 查了之后呢 然后也没有查到 切切的一个 他的缘由 嗯 而且这种作词呢 它是后 后来 他们就是 其他礼仪学习里面 其中的一种作词 那么自己就感受到 古人教我们礼啊 礼的重要的原则 在于内心的这颗恭敬之心 那外在的一个形式 其实它是随着时代的 不断的变更 它是会有不一样的 不是说会有一个标准的死的 因为古时候穿的衣服啊 古时候的这种行为啊 跟我们现在其实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 抓住这个礼的恭敬的 这个内在的原则 那么具体外在的一个行李上 根据我们当地 我们黎兵老讲 常理几要有讲到 这个礼呢 现在是主张从俗了 就我们当地所在的 不同的地域 那大家都通行的一种 礼仪的这个 仪表 仪轨 然后来 我们来进行就可以 那我们通常在教孩子的过程中 其实主要是希望孩子保持身体的一个直立 让身体端正 然后其实作者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展现了 那重要的是这个地方 那以上提供老师做参考 谢谢 好 我再从医学的角度补充一下 刚刚老师问的那个女士的坐姿啊 首先她的右手放在上面 因为我不太了解 是吧 对 那中医讲说 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 所以男子呢 左边的气血是偏旺盛 而女性一定是右面 所以这个理的设计可能有顺着男女的这种生理的不同 所以女性让右手搭在外面 那为什么要放在左腿 刚刚法师说可能是一个平衡 我感觉也是这样的 你如果本来是右手 然后你再放右腿的话 右面的重心就偏重 这个道理就好像我们鼓琴弹琴的坐姿啊 这个左脚要特别的往前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坐在琴的右面 那你如果坐到这样的话 你弹到下面 身体就会倾斜 所以你要让左脚伸出来 就是刚刚李老师说的 取一个中正平和 它跟武术的原理也很像 立身中正就好 所以这样再补充一下最后的这两个细节 谢谢 好 再来这个男重女重还是不一样 男重她这个样子 人家女重这个样子感觉 男女她的这个展现还是不一样 男子还是比较阳刚嘛 女子比较柔和 好 那这个 哇 时间有点低了 这个我现在还有几个问题 程德想说 一起稍微综合一下 那像这个刚刚 我们很随喜 这么多老师都这么有使命感 这么有爱心 那也有心呢 要在当地呢 成立单位 那你起一个因缘呢 要胜于死 我们说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 所以不要着急 欲数则不达 哇 你太快了 一下请了一个不恰当的人 请神容易 送神难 所以这一点 因为教学 你请错人了 可能这一方的 这个思想啊 都被误导 那刚好也有问到说 现在很多宗教啊 诗人团体都在推广 有利社会的课程 但是大家注意 现在呢 挂着羊皮 我出家的好像不太适合这样 就是说 要名要利的人 他会顺着 大家重视传统的话 大家的善良啊 磨他的名利 马来西亚的华人 非常非常善良 所以呢 马来西亚的邪教组织啊 也挺发达的 因为都觉得 佛教啊 传统文化 他就以为 那些一样啊 承德也 有被利用啊 去做marketing 你们要听承德法师讲喔 这个去讲地址规喔 但是可能他们收钱收得很高 这个大家都要判断 其实各个宗教啊 他已经沉传 几百年 几千年了 现在不需要说 再去创一个宗教 大家要慎重这一点 你看大臣八宗 他都延续了千年以上 为什么他没有再增加 孔子为什么说他 数而不住 因为前面这些人 都是智慧很圆满的 那我们判断邪的呢 首先第一个 他一定有老师 现在这些邪的都是 他是唯我独尊的 他最厉害啊 这个大家要慎重 圣法无人说啊 虽自莫能解 他有老师的成才 往往这些学教呢 他就是标榜自己 突然间就开悟了 没有这种事喔 大家慎重 因为现在标心利益啊 反而引起人家 哇好厉害喔 所以要冷静 再来不以神通度众生 这个在佛陀那个时代 就有提醒 可是现在人呢 一看到人家会 欸你喔 上个月是不是出车祸啊 你们家是不是怎样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他耍一点这种 有时候他养小鬼啊 他会知道一些事情 可是这么一想 你就吓到了 真正 圣教呢 一定都是宣讲经典 他不是你这种 这种小葱啊 然后赢得你的信任 还有呢 他不会拿着圣教来 搞明文利啊 因为师徒如父子 你看鲁家讲 所以他不会拿着鲁家 拿着佛家 佛家 佛是同体大悲 他更不会 要从 这个学习者身上 拿到什么好处来 他是无条件的 要利益对方 所以这个佛家有一个词 叫批犯儒乃 不能拿着卢来来做生意赚大钱 而且 老法师有一个专题 叫传统文化老师 应该具备的素质 就是不能贪 财色名利 承德在二十六七年前 我是从事教育训练的 办了很多课程 收费都很高 后来我就赚不下去了 而他们 所讲的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因为他没有讲到根本 可是费用很高 而且他们台上台下是不一样的 私生活很有问题 所以你今天要去跟一个老师 要去请一个老师 你一定要对他有相当的了解 才可以 而且有德行的人是谦虚的 他不会标榜自己 这个大家都要会判断 那包含 这个老教授提到的 不贪 不贪 财色名利 还有不会脾气大 不撑 有修养的人怎么会脾气大 还有他不傲慢 我听过一个邪教组织的头 台上讲得很好 台下脾气大得不得了 后来很早就去世了 为什么 他享福享得太快了 而且误导众生的因果非常重 但是他死了之后 这些还跟着学 所以有时候这种先路为主 要导正 不容易 所以这一点 我们都要引以为戒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卖 不怀疑 不怀疑古人的这些智慧 还有一定有孔子的特质 温 良 恭 俭 让 我们从这些地方来判断 好 那你今天真的请不到老师 可以先用光碟 这样比较保险 这个我们校长们都有提到过 那这个我刚刚 回应一下呢 我们要办中心 可以先到我们 廖校长的中心去观摩 你学校的话 刚刚也有推荐这个 中灵独钟 他们都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刚刚龙老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演 因为我们好像讨论这个坦平族啊 草莓族啊 这个都跟立志有关系 刚刚我们龙老师就立志要当校长 他就给我们 做了一个表率 那刚刚我们校长们都提出来很重要的重点 其中有一点叫现身精神 但是呢 承者补重一下 可以现身 不要太壮烈 你看我们所有校长们 包含我们蔡校长 我们这个 我们彭校长 这个 最早跟我们结缘的 总会长 总会长 对 现在是我们蔡校长 那 他们的家庭都很和和 夫妻啊 还有小孩都教育得很好 这一点很重要 你太壮烈了 然后自己的家庭啊 孩子没有组好 后面流弊就会出来了 所以儒家这个赤地还是很重要 修身 齐家 制作 不然你去做好事啊 人家看你的家庭这样说 我看我还是别干了 这样是产生流弊问题的 那这里呢 有一个提到的就是说 班上有个学生 回去都跟妈妈说 这个这个受同学欺负 结果后来一调查呢 这个孩子乱讲话 造成其他被他讲的这些同学 觉得心有余悸 好 这位同道们 人人是好人 事是 请问这一件事是不是好事 大家沉默了 那 陈德呢 刚好跟大家分享的是 做孩子一生的贵人 那请问 什么时候做 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做了 你在每天孩子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做了 欸 做孩子 谁是孩子 学生 我遇到一个老师 他对一个学生快要没有耐性的时候 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假如这个学生是我的孩子 我会怎么做 陈德为什么起这个例子呢 往往我们在处理问题 快要没有耐性的时候 转这个念 假如他是我的孩子 可能我们的耐心 就会又充满电了 我们就是要念 不要去分别 别人的孩子 也是自己的孩子 那一生 我们 从一开始蔡校长就有提到 现在这个 人伦悲剧啊 校园霸凌啊 包含这个贪污啊 包含诈骗 其实校心开啊 百善就开了 我们看这个陆德教里面 你看 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目 校在中 从校延伸出来了 中 亲所好 立位聚 这个就是中的精神 父母命 行物来 答应父母的事情要去做 这个事情 他答应父母都不做 他答应别人都做 他是看在money的份上 不是真心的 离 也是对父母的 父母呼应勿怀 义 你看 这个三三年 常悲夜 对父母有这个情义 连 乌虽小 乌虽小 乌虽长 狗虽长 心心伤 此 得有伤 于心修 其实这些心静 起来之后 孩子就不会到处撒谎 然后人爱和平 你看 东则温 下则温 下则静 从对父母延伸到对一切人 爱 亲友吉 药仙长 昼夜室 不离床 何 余无色 柔无身 平 豪气水 踏无怨 你看父母这样了 他还是心平气和 他跟别人相处就不容易去冲突了 那随 最后 神德供养大家 我们处理的是怎样 有四个原则 掌握这四个原则 应该什么都可以处理 第一个就是随缘妙用无方德 随缘 你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是缘 妙用妙在哪 妙在我们不及情绪 妙在我们都是以大局 妙在我们考虑每一个人 这样自己在处理室当中 自己会提升自己 然后相关的人 也都会跟着提升起来 比方说这个孩子撒谎了 那我们在课程当中 告诉他 而有伤于心修 但是你不要说 你给我听好 不要这样 就是你很自然的 在想的过程 不要让他觉得 好像你在针对他 但是你把那些道理讲清楚 包含信用 是人的第二真面 假如你撒谎了 人家很难再信任 这个都是在提醒他提起真面 这个有面上的引导 也有私底下 多关心他 爱护他 甚至于要找出来 为什么他会撒谎的 原因在哪里 那这个孩子有转变 自然会去影响他的父母 当然相关其他的同学 我们也引导他们 要包容同学的缺点 要信任同学 人之间信本善 那其实我们随这个缘 我们用真心的时候 所有的人 其实都从这件事当中 可能都得到启发 那第二点呢是 威于助持有责得 就是以身作者 我们处处给孩子 以身作者 孩子对我们会信任 甚至会崇敬我们 这个时候你在跟他言教 是第三个原则 柔和指持设身德 你很柔和指持 为他好 劝他才容易接受 第四点是 普代众生受苦的 就是要有耐性 因为孩子冰冻三十 会一日之海 你要让他转变了 一定有一个陪伴 互念他的过程 这个是四个原则来处理 应该都可以 然后呢因为主办单位 交代我一个重要任务 我还没有做 就是介绍这一本群书之药 这个呢我们刚刚 廖教掌已经说到了 我们做一个领导者要做得好 要能够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其实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心法 假如今天我们要去处理事了 我们只要想到 我的君做得怎么样 君是以身作者 有使命感 大功无师 知人善任 你当校长用错一个人 会怨声再造 你要放一个真正有 有爱心可以体恤 下属的人 你让他做主管 哇你这个 这个团体会很安定 所以要知人善任 还有我们要纳见 要接受劝劝 那怎么当领导呢 这一部书啊 是唐太宗 命他的大臣 尤其是以卫生为首的这些大炉 从 这个 这个 一万四千多部书里面 挑了六十八本 又从六十八本挑出精华 最后因为这一本书的理论呢 创造了中国最强的 真观之志 影响全世界的面非常大 那因为有五十万个字 这个大家怕大家时间不够 所以老教授交代挑出三百六十弊 大家每天这个床头书 看完你会睡得很甜 哎呀 李德星安 我知道要怎么做了 这个可以教我们坐之君 包含里面还有爱名如子 这个是坐之心 还有怎么抓住机会点 引导教授 这个是坐之师 这个书是很好的书 好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Mis B2一直提醒我 我们已经超市很多了 所以呢 没有办法了 今天我们这个交流 就到此结束 假如 没有回答的话 陈德老师答应 我们找办法 找个平台来回答 还没有回答的这个问题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就要回答 我们去看 都是哪些 我们来讲 我们来讲 我们这样的解讯 这种解讯甚至是